整理一下最近学到的Proquid的小技巧 如果你的参考图在手机上 三个手指一捏 Proquid里三指下滑 粘贴就直接过来了 这笔任何传输方式都要快 第二 克龙 这工具咱都知道怎么用 但你知道吗 这圆圈它长按是能定住的 锁定后就不用老去调位置了 你就可以复制出好多个 第三 一个更简单的描边方法 复制出一份直行泛光 这俩调到100 这个调到0 这个看着调 这样就出来个细细的描边 如果觉得不够粗 可以再反复执行几次 这是第二次执行粗一点的效果 边缘清晰度也是可以接受的 想换颜色的话 直接α锁定填充就行了 最后一个关于文字的 就有时候改颜色和改字体老没反应 你不要点进去 不要让这里面出现树杠 直接点这个涂层 换颜色 换字体 你看它就有反应了 或者点一下文字也行 总之不要点进去 一旦出现这树杠 你就得双击全选 它才会有变化 有帮助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